我可以先說明一下 對不起我再用一下 我也是很久了 我這個不用來啊 那我為什麼要來 說真的里長常常有事情都請陳議員 請洪建議幫忙 那幫忙什麼事情 整個博德開發公司那時候就叫特許公司 特許公司是因為BOT案必須要 在你們本身的公司以外的財務成立一家特許公司 不要跟本身的公司掛在一起 所以他稱為特許公司 博德開發公司 這我要回應你剛才的話 那從博德開發公司從以前 我第一屆當議員到現在第九年 那陳議威有十幾年了 我不瞞你說博德開發公司這麼久 他主要的原因為什麼沒有過 是因為環評、束保、交評 每個人在推 在推遊戲規則 那個時候是沒有這條十一米道路 為什麼為什麼把它隔開說要 為了要所謂的規定環評 這個部分我必須要告訴大家 以我自己知道的 我們從頭到尾沒有介入 這條道路也是李明要求說 希望可以參加這條道路 可以直通過去不用繞一圈 甚至於說有交通的問題 這我必須要講 那陳議會議員也在這個地方 我們從來沒有介入這個案子 博德開發公司開會開了一百多 是我洪建議最起碼到了六七十次 我們不是說我們沒有用 我們是針對你們的訴求 你們希望的我們覺得合理 我們令力舉幫你們爭 所以你剛才講的這東西 不是我要走 我是我自己覺得說 喔我這麼用心 對不對 用心的這麼多 你就跟我說我們議員沒有用 那我們推了這麼多東西 你說福德平在 局長在這個地方 你們說想要當臨時停車場 局長 我那天是不是會議結論說 在中秋節以前我做了一個會議記錄 必須要全部拆除 讓你們當臨時車用 為什麼是你們理您要求的 我們沒用嗎 沒有我的會議記錄還可以做證明 我是召集的 公務部門是我 所以我在講就是說 你剛才講的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你個人的認識我尊重 但是我自己認為 我真的有在幫你們爭取跟做事 里長之前到地下室說 要之前好隆兵時代說要到地下室開發 遊覽車停到地下室誰帶頭的 誰早上七點多帶你們去抗爭 我洪建議 我不瞞你說 媒體報紙都有出來 我不是不認真 我只是我不能接受你這樣對我的指控 我問心無愧的在替大家做事情 我不求任何的回饋 我也從來沒有說 教授公開以後叫你們支持我 除了特定的場合 不然我不會講 你們認為我洪建議可以 可以再繼續幫忙 那我繼續幫他 如果你這樣對我的一個指控 我說真的我不能接受 那我也尊重你的想法 謝謝 我想要回覆你們說 我不是只 身對你個人 這個 你所做的事情 我有意見 我是身對 上市局長他說 那個 那條路 他就是在規定環庭 這件事情 我們竟然都不知道 所以 我很驚訝 竟然 那個路都已經 都已經弄出來了 然後規定環庭的事情 這個很重要 我回避你這十一米道路的問題 其實原本是沒有這條十一米道路 是後來經過一次又一次 博德開發公司跟李林的討論 希望開一條路 那時候都走到大道路路衝 對吧 我的重點不是說那條路要不要開發 而是規定環庭 它並不是規定環庭 你要知道當時候 好農賓市長在的時候 他是一邊是社福用地 一邊是商業用地 一邊是公園 你忘記了嗎 他是分三塊 然後分三塊的中間 他就用那條路計畫道路把它切開來 當時他是這樣子 所以你不要把他說 他是規定環庭 這句話不是我說的 是局長所說的 所以嘛 所以 所以很清楚 必須跟大家講一下 那條路切下去之後呢 有一邊是社會局管的 一邊是公園處管的 一邊是財政局管的 因為他就分成三塊 那就像後面是洪敬儀講的 他說 他把這個路開通之後 從那邊就可以到這邊來 就是這樣子 你說議員沒有用 你們那時候開了路之後 也沒有路燈 我們也去爭取路燈 說議員沒有用 你們把車停在那個人行道上面 我們還要扮揮開把它退下去 現在你們的程度很大 可以 剛才有李明說可以去做運動 對不對 如果我們議員沒有去關係這件事情 我告訴你們上面全部都是狗屎 全部都是機車 真的無憑你 退不下來啊 退不下來啊 對不對 所以不要這樣子對我們的職業 其實老實講 我們真的是很謝謝大家 在過去給我們非常多的支持 但是也不要否定掉 我們對大家所做的努力 好嗎 因為在做的不是所有人 都給我們 所有人都給我們 你們有做的事情 我們也都知道 我們也不會去聽大廚報告 什麼時候 但是不要誤會 那條路 必不是歸幣還評 必不是 他是因為他整個就是簽了三塊 好 我們先理解 謝謝 那我把這件再歸還給我 對不起 那你可能要跟我們道歉一下喔 我必須要講 議員不要再講 回到主題 不好意思 努力不夠 謝謝 建議先走了 謝謝 這是對居民的說明 剛剛各位都有提到 博德公司是特許公司 什麼叫特許啊 就是特許嘛 對不對 也沒有業績 什麼都沒有 就在那邊標 標到老邊那邊標 然後放掉 找到理由 什麼環評 什麼數字 都是理由 都不是理由 那我們這個開放拖了六七年 大家的損失在這裡 清楚沒有 不好意思 那我們下一位又進到編號 18號 戴佑銘先生